今天在米兰大学看完了Valentino 2024春夏的秀 那杨阳呢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看秀 米兰吗 对米兰 上一次来是七年前了 七年前 对然后这次来的话会觉得就有一些陌生 但是又有一些熟悉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这次看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意见 就是我们在一个大学里面 而且也会有一些校园的学生啊 跟我们一起去看秀 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很青春也很有活力 那你刚刚看完了Valentino 2024春夏的秀 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次的秀特别特别好看 觉得它每个单品都是很想让我去购买它 然后让我出去活动的时候想穿上它 对这次真的是眼前一亮 那你既然说到了很多眼前一亮 那我就要问你了 种草了什么单品 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让你非常眼前一亮 或者喜欢的 我种草单品我今天已经穿在身上了 就是这个黑领带 对这个黑领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单品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男生来说领带也很重要 当然当然 比如说你穿西服 公开找我穿西服 比如说有时候穿一个衬衫 其实都可以用上领带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单品很重要 对一个小的搭配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眼前一亮 对 因为正好说了黑领带 因为我们Lio它是一直想传递的是新绅士的一个状态 像你今天这个look带来的领带 对于西装来说它是一种新的一个演绎 那你对于新绅士这个风格 或者说这个状态 你有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新的绅士 首先它有细腻的这种细腻感 对 对于我而言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细腻感就有重要 对 因为你刚刚也在罗马 刚刚也拍完了万青龙的新的广播大片 对 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大片拍的很不错 然后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去到罗马的万青龙的总部 然后那个大片是在总部拍摄的 也是我第一次去罗马 进去参观 还有和设计师见面一些留言 我觉得都很开心 是一段不错的一段日程吧 我也希望你这次的米兰之旅 虽然是熟秀陌生 那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梅兹乌弄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阳 因为是在大学里面看秀 也是第一次在大学里面看秀 然后这一次呢 其实也是很久没有来到米兰了 上一次也是七年前来到米兰看秀 这次来米兰呢 就是觉得熟秀陌生的一点点感觉 有很多的学生会陪伴着自己 前两天也在这个学校里面 会拍了一些视频 我觉得整个感觉都非常的好吧 这次的秀也是让我非常的 惊讶的程度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件衣服都非常的好看 嗯 很吸引人 印象特别深的是有看到纯白色的短裤啊 白色的上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衬衫的这种搭配 那套look是我比较想去之后穿搭的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都是一个氛围嘛 我觉得文提诺传递的 其实他的品牌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很多元也很有个性 他不受限嘛 那其实我也希望我自己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不受限 比如说我作为演员我也希望我能够尝试更多的一些角色 这个红色呢我觉得就是我当时也觉得这次想看秀的时候想穿一些有色彩的衣服 不想穿那么比如说像以前会穿一些穿黑啊这种的衣服 我就想穿一些亮一点的颜色 然后就去就选他了 挺开心的 我觉得男生的穿搭其实复杂度一定不要太多 就是我觉得一两个单品的选择就是最好的 比如说一个小的一个鞋块包一个手袋或者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吧 对 最近常用的是Valentino的Vlogo的手袋 还有双筋包 你可以看我机场没事我都会背 这次也没有啊 这次时间也是比较赶的 然后这次来的话其实拍摄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但是这次呢我们光顾了中国餐 中国餐厅 因为我们都有中国味吧 对对 一期节有可能吧 对 然后如果有好的综艺适合我的我也会去参与 想去尝试一些挑战类的 游戏类的 比如说一些慢生活类的都可以 接下来会跟大家见面的是我的《人间烟火》 还有一部电影叫《原君明日到达》 那希望观众们能够一起期待吧